好的 同学们 接着我们继续进入第五讲了 咱们第五节课学的叫做巧移物体 对吧 大家其实就是移东西了 咱们还记得吗 一开始啊 艾迪和威尔是不是在移大苹果呀 对吧 咱们为什么要移物体呢 是为了让它移完以后呀 大家都一样多 对吧 这是我们要巧移物体最后达到的一个目的了 对吧 就是我想呀 让移完以后让大家得到的东西都一样多 对吧 那在这儿呢 怎么移动能让大家最后得到的是一样多的呢 在这儿有两点我们要注意 在这儿首先 你是不是要先找准多了多少个呀 对吧 比如说咱们艾迪和威尔分苹果 你是不是要找准谁多呀 对吧 我们课上学的是艾迪多 对吧 那它多了几个 你是不是要找清楚呀 对吧 比如说艾迪有九个 威尔有五个 那艾迪是不是多出来了四个苹果呀 对吧 我们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找准多了多少个 对吧 多的我找出来了 接着别着急 我可不是把多出来的全送人了 对吧 在这儿我们第二步是要把多出来的评分 对不对 我们要把多出来的评分 比如说如果你是给两个人 那你是不是要分成两份呀 对吧 对啊 如果你是要给三个人 你是不是要分成三份呀 对吧 好 在这儿评分啊 以后是要一人一份 对吧 然后我就再来移动 是不是就好办了 对不对 这是我们的巧一物体里边的最关键的知识点啦 就是你首先要把多出来的物体 多了多少要找准 对吧 然后多出来的你要给它评分 对吧 有的是分两份 有的是分三份 对不对 对啊 好 那接着我们直接来看一个例题吧 在这儿 这个题呢 也是我们三个小朋友了 先跟王老师来读读题目 说 小安子 小星和小叮当一起分糖果 小安子有十二颗糖果 他分给小星四颗 分给小叮当两颗 这时候他们三个人的糖果就一样多了 诶 这时候一样多了 请问小星和小叮当本来各有多少个糖果呢 同学们 这题目有点长 对吧 但是我们首先来看看问题是什么 问题要找小星和小叮当本来有多少颗糖果 对吧 对啊 对不对 那我们要想找本来的 我是不是先想办法把它们现在有多少颗糖果先找准呀 对吧 嗯 那我就来找找看了 现在是怎么回事呢 现在也就是分完糖以后 对吧 嗯 分完糖以后 这时候小丸子 小星和小叮当 他们三个人的糖果是一样多的 对吧 这是不是现在的情况呀 对吧 现在他们仨一样多 那现在你能找到他们有几颗糖果吗 在这儿我们想一想 嗯 现在小丸子有几颗呢 你知不知道 我又是不能想办法找一找啊 对吧 嗯 小丸子本来是有十二颗糖果的 对吧 对 他给了小星四颗 给了小叮当两颗 对吧 对 那现在你说小丸子有几颗糖果呢 同学们 嗯 是不是本来的十二拿走了四颗 对吧 我们说拿走了应该用什么法 减法 是不是减法呀 对吧 嗯 所以在这儿他现在剩的是不是应该用十二减四再减二呀 对吧 对 这是不是就是小丸子现在的糖果书啊 对吧 好 那在这儿的话十二减四再减二算一算是不是等于 十二减四等于八 八减二是不是等于六呀 对吧 这是小丸子现在的糖果书 对吧 嗯 好 小丸子现在有六颗 那你说小星和小铃铛现在有多少颗糖果 小星和小铃铛 哎 通过这句话 对吧 同学们 嗯 这时候他们一样多 这时候是什么时候呀 是不是就是现在呀 对吧 对啊 好 那现在小星和小丁当是不是也有六颗糖果呀 对不对 对 这个请我们要找他们本来有多少颗糖果 怎么找呢 同学们 嗯 现在的这六颗糖果是怎么回事呢 你想一想 一开始小星有六颗糖果吗 嗯 没有 没有 是小丸子给了它四颗 给了它四颗以后它才变成六颗的 对吧 嗯 那它本来应该有几颗呢 对于四颗本来不是它的 对吧 对啊 所以是不是应该剪掉啊 对吧 要拿走了 对吧 还回去 嗯 所以我们来看小星原来的是不是六颗要把 别人给我的四颗要剪掉 对吧 对啊 所以现在是不是变成两颗糖果呀 对不对 嗯 这是小星的 那小叮当的呢 同学们 小叮当现在也是六颗糖果呀 对不对啊 嗯 嗯 可是 哎 这里头谁给了它两颗呀 小丸子啊 小丸子是不是给了它两颗糖果啊 这两颗糖果是不是它的呢 同学们 不是 它本来没有 对吧 所以要给它还回去 对吧 对 是不是要剪掉呀 对不对啊 嗯 所以在这小叮当 原来的是六颗二等于四颗 我们也找出来了 对不对 同学们 对啊 嗯 嗯 这种题目呢 比我们以前学的应用题要复杂一点点了 对吧 我们以前学的应用题特别直接 就是一步计算就搞定了 对吧 可是你发现到我们寒假班 寒假班以后应用题变复杂了 对吧 有的时候需要列好几个算式了 对不对啊 对啊 你会发现我们应用题也是一步一步在网上学的 你要想把它学好 你必须首先把一步应用题都要学明白 对吧 嗯 一步应用题学明白以后我们再学两步应用题 对吧 对啊 接着再往上学复杂的 所以这也是一个环环相扣的 咱们每一步都必须要学好 知道了吧 嗯 好 好 那接着这个题是不是就解决了 对吧 这种问题呢 是我们巧一物题里边最重要的一种题型了 在这儿呢 通常都是 你要分清楚它的状态 它是不是有原来的呀 对吧 嗯 还有现在的 对不对 这两种一定要分清楚了啊 它们不在同一种时间 对吧 一个是过去的 一个是现在的 对吧 嗯 这是一定要分清的 好 这个题没问题了吧 没有 没问题了 那接着我们继续前进啦 来看看 最后一节课也就是我们上周学的 第六讲学的知识点 叫做我是小侦探之有趣的推理 对吧 这一讲的知识点比较杂 对吧 基本上每个题呢 都有它自己单独的一个解法 而且你会发现啊 这些题特别像脑筋急转弯 对吧 这种题是我们第一年教书里边的陷阱题 它挖好了一个陷阱 就等着不认真的小朋友往里边跳了 如果你不认真读题 不认真思考 你很容易就掉到坑里边去了 对吧 同学们 所以要解决我们推理问题 最关键的呢 就是要细心观察了 这种题目呢 我们学完以后呀 它是锻炼思维的 对不对 哎 能帮你锻炼你的思维 学完以后你肯定会变得更聪明 对吧 所以它既有用又有趣啊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道第六讲里边的题目吧 哎 这是第六讲里边最绕的一个题目啦 赚钱的题 先跟王老师来看一看题目吧 读读题 说小美羊去集市上花了 诶 这字写错了啊 是花了五元钱买了一个草饼 它们最喜欢吃的 对吧 好 它回来了以后呢 以十元的价钱卖给了小懒羊 第二天 小美羊又花了十二元 从小懒羊手里边买回了这个草饼 哎 晚上它又以十五元的价钱卖给了小懒羊 请问小美羊一共挣了多少钱 这题目读完以后是不是稍有点晕呢 同学们 是 先别晕 咱们先来回忆一下吧 王老师说了这种赚钱的题其实就是做买卖 对吧 咱们说一买一卖就叫做一次买卖 对吧 是不一次买卖就挣一次的钱呢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要看清楚 要把 要通过读题啊 要找准了 这一个题里边 小美羊到底做了几次买卖 对不对 对 这是我们这种题目的关键啦 那接着 刚才第一遍读题读完了以后呀 有点晕 对吧 接着跟我老师进行第二遍读题 我们来一句话一句话的看 说小美羊去集市上花了五元钱买了一个淘饼 同学们 五元钱买了一个淘饼 这是一买 对吧 对 接着 回去 回来以后呢 以十元钱的价钱卖给小美羊 这是一卖 一卖 对吧 同学们 现在是不是已经有一买一卖了 对吧 对 这是不是第一次买卖呀 是 对不对 所以在这你看啊 通过读这句话我就找准了 这已经有了一次买卖了 对吧 一定要记住 找准一买和一卖啊 这叫做一次买卖 好 那接着 再往后说 第二天 小美羊又花了十二元钱 从小懒羊手上买回来了这个草饼 这十二元又怎么了 同学们 花出去是买了 对不对 是不是花十二元 买了呀 这是不是又是一买呀 对不对 接着 晚上啊 咱们来看啊 晚上它又以十五元的价钱卖给小懒羊了 这是一卖 一卖 对吧 是不是又有一买一卖了 对吧 这是第二次买卖了 对不对 所以在这你看第二次买卖是 买花了十二元 卖出去了十五元 对吧 再往后还有买卖呢 同学们 没有了 没了 那接一个题里边 小美羊做了几次买卖呢 同学们 两次 是不是做了两次买卖呀 对不对 对 那我要想算它一共挣了多少钱 我得怎么办 我得把这两次买卖的钱都给它找清楚了 对不对 对 那咱们来看一看吧 在这第一次买卖小美羊挣了多少钱呢 同学们 第一次买卖是不是 哎 套出去十块钱回来了十二款 对吧 是不是十二 套出去了五块钱回来了十块钱 对吧 所以是不是十减五等于五元呀 对吧 对 这是不是小美羊第一次挣的钱呢 对吧 好 接着再来看它第二次挣了多少钱 第二次是不是掏出去了十二元 回来了十五元 对吧 嗯 所以第二次是不是十五减十二等于三元 对吧 对 哎 在这两次买卖 只要你分清了 那解重题就好办了 对不对 嗯 做到这儿完事了吗 同学们 嗯 没有 那咱们题目上问的是一共挣了多少钱 对吧 你是不是还要把两次挣的钱相加一下呀 对吧 对 那一共挣了是不是五加三等于八元钱呢 对不对 嗯 是不是就做出来了 对吧 对 这种挣钱题呀 是我们上节课学的比较绕的一种题型了 对吧 但是我觉得你们越早学会越好 因为这种题目跟我们生活中也是密切相关的 对吧 哎 哎 能帮助你更好的来理财了 对吧 哎 能帮助你更好的来理财了 对吧 什么叫理财呢 就是管好自己的钱 对吧 好 那这种 嗯 挣钱那题最重要的还是那句话 要分清楚买 卖 对吧 咱们一次买卖就挣一次的钱 对吧 对 你要算他一共挣了多少钱 你只需要找准他到底做了几次买卖 对不对 对 好 同学们 说到这儿呀 我们前边六节课的主要内容全部都回应一遍了 好 同学们 这是我们寒假里头的主要的知识了 通过咱们寒假班的学习呢 我相信你明年春季的学习能够进行的更好 因为我们的寒假是为明年春季的学习来打基础的 对吧 好 同学们 我们的寒假班到今天就圆满的结束了 王老师在春季吧 等着你